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歡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親愛的朋友你好 你是否知道其實神跟你立了八個美好的約定 而最完美的是新約耶穌基督為你成就的那一切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亞當之約 讓我們來看 直接看第一頁 亞當之約的應許 神為亞當預備的生命術 創世紀二章九節 神盼望人得生命不是要祂滅亡 你知道嗎 如果你有興趣去查 我們有查經過生命術其實就是耶穌基督自己 生命術要讓你 神其實要你吃生命術是要你吃耶穌 就很像他後來吃了耶穌基督說 他的身體真是可吃的 他寫真是可喝的 吃他的就得永生 而吃生命術也會得永生 其實生命術就是耶穌基督自己 神老早在一開始在一頁裡面 就預備好了這一切美好的一切要給我們 我們再看下一頁 神刑罰亞當之前 應許女人後醫要傷舌的頭 創世紀三章十五節 在此暗示救主耶穌要從童真女所生 你知道嗎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男人與女人的後裔 一定要有你爸跟你媽才能認出你 只有耶穌基督是女人的後裔 全世界唯一一個女人的後裔 單單是女人後裔的就是耶穌基督 所以在幾千年前神早就預備好 在那一開始人犯罪的時候神就預備好了 耶穌要來傷舌的頭 在此暗示救主耶穌要從童真女馬利亞生出來 你看神在我們一犯錯的時候 馬上馬上馬上就做好了這一切的預備 他何等的愛呢 我們再看下一頁 新約記載 同舊女馬利亞由聖靈感孕生子取名叫耶穌 耶穌意思就是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這裡拯救出來 這一切都應驗了亞當之約的應許 書書書馬太福音路加福音跟加拿太 你可以自己去看 各位朋友耶穌就是你唯一盼望美好的答案 我們再看下一頁 亞當犯罪之後神為他們預備了皮衣 創世紀三章21節 所以第一件皮草第一件皮衣是上帝做的 你知道嗎 以前他們在伊甸園裡面有神的榮耀遮蓋他們 所以他們沒有赤身肉體 可是他們犯罪沒有神的榮耀之後 他們赤身肉體了 而神做了第一件皮衣給他們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要拿皮衣一定要宰那個動物 當宰那個動物也許是羔羊 那麼就要流出血 所以各位朋友你知道嗎 這裡面也預表了一堆 你看這邊在預表耶穌的羔羊流血才得赦免 耶穌就是那個羔羊 我們再看下一頁 亞當之約隱含著救恩的應許 因為主道成肉身 且死在世界上完全應驗了神所應許的救恩 你知道嗎 這裡面好多好多約 連摩西之約都會告訴你 連所謂的救約律法都會告訴你 你做不到 律法是把人引向基督的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亞當之約 就算人犯罪了 神還是要告訴你 祂早就為你預備好各樣的解答 耶穌是你唯一的答案 各位朋友 如果你覺得 你的生命現在好大的痛苦 我已經信了耶穌了啊 怎麼還是這樣 很有可能 你使恩典與律法混雜了 羅馬書四章十四節說 你若認為 你若屬律法才得為厚四 信就歸於虛空 應許也就廢棄了 你那個應許就會廢棄 神應許你的各樣的美好豐盛什麼 那些就會沒有就會廢棄 因為你屬乎律法 因為你覺得你要做得好 你要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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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守這個這個這個 你才會蒙福 沒有這就是白白恩典 我沒有告訴你 你不要讀經不要禱告 不要什麼什麼什麼 我只是要告訴你 讓你做這一切事 你奉獻你禱告你敬拜你讀經 你上教會所有一切事 是因為神的愛怜悯 因為祂的白白的恩典 你的回應 而不是你做這些事才能夠蒙福 你有沒有發現 當人犯了這些罪 人怎麼救自己 完全沒有 亞當犯了這個大的問題 亞當跟下方犯了這些罪 唯一的東西 是神主動完成救恩 你也是 你得到救恩是神 白白的為你成就的 你不能去買 或者是去贖這個東西 這是神所為你預備的 讓我來為你祝福禱告 親愛大巴天父 我求你幫助我們這裡 每一位弟兄姐妹清楚知道 這一切都是神做成的 我在我的救恩上 完全不能做什麼 我只能單單依靠上帝的恩典 是的 我們基督要有好的行為 但是我們的好行為 是為了將榮耀歸給父神 而不是我們得救的條件 好的行為是得救的成果 是上帝白白賜給我們的恩典 而我們對這恩典的回應 以及我們愛上帝的表現 幫助我們真正知道 我們能夠去愛 我們愛因神心愛我們 主要用你的愛充滿我們 讓我們很被你的愛愛到滿 然後我就可以去祝福這世上 而當我們沒有辦法去做的時候 要做的事情 不是回來要求自己 而是回來被神充滿 定靜看著耶穌 我們就會經歷 聖心上說的耶穌如何 我們也如何 我們就漸漸變成主的樣式 謝謝耶穌為我們成就美好的救恩 奉一使命祷告 阿們